很多人不知道生命來的背後 其實生命代表一種元素 元素我們簡單的說 有一堆麵粉 只要你有條件 有水有成 有人會搓麵粉 那你就可以將麵粉 用人手變成不同的形狀 變煎堆也可以 變麵包也可以 變蛋糕也可以 五花八盆的 又甜又鹹又辣 好了 我們就當我們人類本身後面的元素 就是麵粉來的 變動物又變成變來變來 其實都是地水火風那堆東西 但是這個過程 你想變好一些 或者變漂亮一些 或者價值高一些 就看你的時間空間 擺哪裏 擺什麼位賣 擺深水埗的蛋撻 你就最想多賣3元 擺青拉咀就賣到6元一個 人都是的 你擺哪裏 你就有貴賤 好 最分別哪裏呢 就是你那堆麵粉 就是別人操控你變的 但是我們人那個變呢 就是你自己操控的比例最多了 就是我們自己猜的 你自己猜的 所以變成如是因如是果了 所以古代的時候 你做聖人也是你 做古惑仔也是你 是你自己自作之上 就沒得現人了 這個宇宙就是這麽古怪的 但是宇宙呢 是沒有分辨 沒有去說你是非黑白的 只要你種瓜就得瓜 種豆就得豆 但是它沒有說你的瓜和豆呢 是有善惡在那裏的 那善惡是你人類的善惡而已 只不過說它是根據你的正面 或者負面的能量 反射那個現象給你的 它不涉及你人世間 不是是非是我 是非是我呢 是你個人把標籤上去